感谢主 好,来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七到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再念一次好不好,来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却不致死亡 阿们 我们来做个很快的祷告 主耶稣求你今天祝福你的话语 让你的话语来对我们的心说话 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阿们 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盼望 是什么盼望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莫大的能力 非常大的能力 就是这个能力呢 就是让我们可以即使在人生的逆境之中 也可以反败为圣 这个能力可以让我们在人生的逆境之中 也可以反败为圣 好 所以来跟格比特说一下好不好 你们有莫大的能力 好 你们有莫大的能力 好 格林多后书四章这里呢 把我们人比作什么呢 比喻为瓦器 好 你们有没有看过瓦器 大家都看过 那种pottery 瓦器 瓦器本身是很脆弱的 你们知道吗 拿一个石头 或一个比较硬的东西 一扎那个瓦器 瓦器就碎了 对 我们觉得我们人是不是很脆弱 一个小小的病毒 就让我们束手无策 这几天这个Delta的变种的疫情 让这个新冠人数 不止美国全世界又再次的飙升 那这个暑假之前好不容易 看起来好像疫情受到控制了 全州 华州全州开放 现在好像 一开始有一些变数 很多出去旅游的人就发现说 哎呦 怎么外面也蛮危险的 感觉上这个疫情 真的是没完没了 有没有觉得 哎呀 对我们个人的生活 工作 学校 都带来许多的变数 那给这个教会重新开启呢 也带来很多新的挑战 但是很多专家说 现在的疫情 跟一年之前已经很不一样 一年之前我们真的是束手无策 现在呢 我们有了这个疫苗 虽然不是很有百分 绝对有效 但是还是有一些作用 所以现在的情形不太一样 但是呢 我们身为基督徒呢 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 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宝贝呢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那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圣灵使耶稣他复活了 现在也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不管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们都有能力来面对 这样的一个挑战 但是讲实话 有时候 有没有这样觉得 即使我们信了主 甚至服侍主 这个就是很尾声 但是原来会感到这种没有能力的时候 会不会 只有我会 我有种有种感觉 但是 所以如何在这个逆境当中 来启动我们里面这个复活的大能呢 特别在这个Delta 这个变种 这个病毒当中 我们如何好像四面受敌 但是不被困住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从这段经文里面 来这个思考 这个三个问题 或者说有三方面来看见 好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神在做什么 第一个问题 神在做什么 好 很多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感到没有能力 其实关键不是困境 你们知道吗 关键是什么 问错了问题 好 我们的眼光 会让我们 把事情 就是困境 变得很困难 举例 你不要问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 好 我不要说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我的 把这样这样 我 我怎么样 你要 你要问一个对的问题 是什么 什么问题 神在 做什么 神在做什么 好 保罗在这个 哥林多 后书四章这边说 我们四面受敌呢 但是怎么样 不被 困住 我们四面受敌 但是不被困住 就是说 你从人的眼光来看 是四面受敌 东西南北 都是敌人 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怎么样 却不被困住 你明明说 你四面受敌 但是怎么没有被困住呢 从人的眼光来看 是四面受敌 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 是什么 不被困住 在神那里有答案 所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启动 我们里面这个 瓦器中的宝贝 你们知道吗 就是把我们的目光 从我 我我 转到 神你在 做什么 这个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是 神在掌权 神在掌权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说 我我我 那怎么样让 神在我们心中 做往掌权呢 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问说 主啊 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在我的身上做什么 你在我的孩子身上做什么 你在我的老板身上做什么 你在我的这个朋友身上做什么 让问说 主啊 你在做什么 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眼光 从我的这个 四面受敌的困境里面 转到说 神他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会发现眼光会很不一样 你们有没有去过以色列 对吗 有 谁去过局下的时候 我看一下 哇 有一位 感谢主 好羡慕你 我会想去以色列 我想去以色列 还没有机会 我以前认识一位叶牧师 他是一位华人的牧者 他真的很喜欢以色列 他每年 每一年都会去以色列 他对以色列熟到一个地步 后来就变成了我们华人牧者 去以色列的导游 他后来呢 太喜欢以色列了 干脆给他的师母 叶师母就住在以色列 他就不回来了 你知道吗 他们在那边开始一个祷告店 那 我记得 他说他去以色列 第一个 第一个那种反应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说 哇 以色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他说 他说里面 就是他们看到的那以色列 就是 都是沙漠 他说干啥 他说这个 哪有什么流奶与蜜之地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神对以色列说 以色列那个加拿地 是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 他说哪来的流奶与蜜 根本就没有 你知道吗 其实你知道 这个以色列 他的国土 他们有估计过后 五分之三都是沙漠 你们知道吗 五分之三都是沙漠 这是人的眼光 都是沙漠 但是你知道 以色列第一位总理 叫做大卫 本古里昂 他说什么 他说神既然把这个沙漠 给我们以色列人 那么沙漠一定是神 给我们最伟大 最好的祝福 结果呢 他们就开始 花了很多的人 去研究 这个沙漠的结构 结果他们就发明了 这个很有名的 叫做 这个滴灌技术 你们知道吗 就是他们在这个 这个农作物 不管是这个植物 农作物 他们就用那个水管 这样连在上面 然后呢 就滴水 就滴水 然后就让他的 那个地方是 可以生长的 他们不但 发明了这个滴灌技术 还发明了这个 海水淡化的技术 把咸的水 变成淡的水 结果你们知道 现在以色列 他们不但 这个生产农作物 他们的农作 还大量的 这个外销到国外 好 在2017年 在他们估计 那个以色列的农作物 外销到国外 到多少钱 你们知道吗 到8 billion 80亿美金 一个沙漠 你想沙漠 你要来做什么 投资都不会投资 对不对 但是你看把沙漠 变成一个 80亿美金的 一个商机 优优姐妹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 哎呀 沙漠 你知道人生的沙漠 你知道 旷野 哎呀 好倒霉啊 怎么孩子这个样子 怎么疫情又回来了 我现在学校 不知道会不会 又别人怎么样 很多的一些问题 你看到这什么 但是呢 如果你用 属于的眼光 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说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 有神很伟大的 一个应许 好 跟神很大一个工作 所以遇到事情 先不要问 啊 我怎么样 我怎么那么不顺 啊 对我损失的是什么 但是先问说 神啊 你在做什么 这个会让你改变 你的眼光 这会让你启动 你里面那个宝贝出来 说 哦 神要这样做 我来配合 你知道 其实一般人 就是你没有去 从神的眼光 去看事情的话 你所看到的 你所选择的 都是短暂的 都是让肉体舒服的 好像 在《创世纪》里面 你们知道 这个 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故事 亚伯拉罕是罗德的叔叔 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那他们一开始呢 就是 在 他们就一起牧羊嘛 后来发现 哇 他们就两个的这个 就越来越富有 结果呢 他们的羊群 牧人就越来越多 后来就 那个地方就挤不下了 那个牧人还会因此 那边争吵 所以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 哎呀 我们两个是 这个 亲戚 不要 不要 不要争吵 好 这样好了 我让你先选 好 你要往哪边去呢 你往东去 我就往西去 你往北去 我就往南去 我让你先选 好 那 你们也知道 罗德这个侄子 这个也不会敬老尊贤 我说 不不不 让你先选 他怎么样 会眼看那个绿油油的 肥滋滋的一片地 就说 我要我要这一块 他就往 往那边前去了 那 罗德选择是什么 什么地方 你们知道吗 他慢慢靠近 什么样的城市 靠近了索多玛 对 一个这个罪恶满盈的 一个一个城市 那是个罪恶 淘汰的地方 那 你们读这一段的话 你就发现说 亚伯拉罕 他其实呢 一直有在这个主坛求告神 好 这件事情发生 他在哀城那边 求告神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 我相信他的这个动作 就是说让罗德先选 让罗德离开 是出于神的一个心意 神的一个旨意 好 那 你用肉体来看 哇 那个罗德这个侄子 把最肥美的一块地 选去了 剩下这个沙漠地给我 你知道吗 我要怎么样 我怎么来牧养啊 你知道吗 看起来 用肉体来看 亚伯拉罕是吃 他是吃了一个很大的亏 但是神怎么说呢 在《创世纪》13章 14到第15节 好 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 这亚伯兰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 好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哇 这个四面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 和你的后裔 直到多少的地方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你知道 罗德他得到那个地 你们其实看圣经就知道说 他后来经过了这个生命的危险 当神在毁灭 这个索多玛的时候 他几乎全家都死在那里 他在那边的一个所谓的 绿游游的地方 只是一个战时的地方 但是这个亚伯拉罕所选的迦南地 他除了后来遇到一次饥荒 下过埃及之后 他就一直住在这个迦南地 为什么亚伯拉罕选择住在一个沙漠 沙漠的地方里面 有没有想过 因为那是神给他的应许之地 他相信这个是神给他的美地 你知道吗 你会发现后来亚伯拉罕他日渐昌盛 连这个附近的国王都很尊敬他 他后来去搭救罗德 你知道吗 所以由此可见 我们用肉体去选择的 去做的一个很多的决定 是这个战时的 而且可能会带来一些毁灭 或是一些很危险的结局 但是当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 去做选择的时候 会带来一个祝福的结局 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 他们的牧者起了争执 他们两个熟知就有了一些矛盾 我们和家人有没有起争执的时候 有啊 Timothy有 其他都没有 感谢主 你和你的配偶 丈夫妻子有没有起争执的时候 有啊 这多点回答有了 对 丈夫妻子 你跟他孩子有没有起争执的时候 你的父母要起争执的时候 都是有啊 或者你跟你的老板 同事 朋友 同学 有没有起争执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 他老是这样子 为什么我总要让他 总要那么倒霉是不是 你要问什么问题 要问说神在做什么 有时候你跟一个 特别是你很爱的一个亲人 起了争执 那感觉真的是好像四面受敌 好像没有出路 你知道吗 看这个绝境 其实呢 里面有神的美意 当我们在问说 神在做什么的时候 这个不是在否定问题 也不是在好像逃避问题 当中没有看见神都美了 这不是这个 这个是要转变我们的眼光 不是用我们肉体的方法 哎呀 他这样一定是不好 或者说他这样对我一定是我倒霉什么 我们不是用个肉体的眼光 用暂时的方法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是问说 主啊 你在做什么 我要跟你一起来完成这个伟大的计划 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属灵眼光来说 主啊 你在做什么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是用信心在看事情 我们不是在逃避问题 但是我们说 我的问题很大 我的这个亲戚朋友 问题很大 但是呢 我的神更大 这个疫情 哎呀 很大 但是呢 神的能力更大 这个沙漠问题很多 对不对 因为很多 也不知道怎么重东西 什么怎么样 但是呢 神的恩典更多 所以当我们问对问题的时候呢 就是在宣告说 神是一个叫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这个里面一定有神的美意 我要把它找出来 我不要急得好像为我自己申冤 我急得说改变他改变什么 急得说 主啊 你在做什么 我来与你同工 所以学习呢 这个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 就是把事情放 这个把神放大 这样这时候呢 问题自然就会缩小 好 问题还是问题 我跟我的亲戚有冲突 我跟我的孩子有冲突 我跟我的父母 还是在 但是呢 你不会先求你的舒适 先求你的方便 你会先求说 主啊 你在做什么 好 所以 所以我就发现说 当你 这样做的时候呢 你会改变 因为呢 按照我们的肉体来说 按照我们的自己的 我们一定先选这个 最好的地方嘛 对我最方便的 让我不要再操心了 这孩子我已经操心了这么多年 我不要再 你知道你会先选 对你肉体最容易的 好 最容易的 我可能是绝对不会去礼让的 我怎么让他先选 他比我小 但是当我学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说 主啊 我相信的信实 我相信的应许 所以呢 因为你这样去选择相信 神就会借着我们的信心来启动我们里面 那个圣灵的大能 你既然相信我 好 你既然来依靠我 我就会让这个事情 因为你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带来改变 好 亚伯拉罕 我不知道他本来是不是就是这么的礼 然后这么的 但是因为他让罗德先选 他 我不知道他假如没有让罗德先选的话 他会去到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我不知道 但是因为他让罗德先选 神能够借着他来启动一个永恒的一个应许 这个地会属于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说主啊 你在做什么 这个时候呢 神能够启动我们里面的能力 好 来带下一个最 我可以说最完美的结局 对你来说 可能不是当下的 可能是长久以后的结局 但是当我们来说 依靠我们肉体的时候 为什么要让他 我跟我的老婆要这个 这个什么 争吵到底 的话 这个时候那个力量是不会被启动的 所以怎么样来让你的里面的这个能力 发挥力量的时候 发挥力量呢 就是第一个 你要把你的眼光来转向神 问神在做什么 第二个问题 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神的出路在哪里 神的出路在哪里 保罗说到 他说心里做难 好 却不致失望 对不对 他刚刚说到 一开始说他说什么 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神会给我们出路 第二个说什么 心里做难 却不致失望 你知道吗 在一个再刚强的基督徒 也会遇到心里做难的时候 什么叫心里做难 就是心里过不去 这个砍 我过不去 你知道吗 你知道 会说 主啊 我都留在迦南地了 我都礼让了 我也以德抱怨了 去按那些害过的人 我都做了 但是现在 我心里有个砍 我过不去 我心里做难 所以很明显的 保罗 他不但有四面受敌 一个外在的压力 四面受敌 他包围他的时候 他里面有遭遇过 心里做难的时候 我想我们每个人 都有心里做难的时候 但不过我们每个人 心里做难的原因 都不一样 出来都不一样 让我们心里做难的事情 跟我们的个性 是有关系的 有人内向 有人外向 有人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跟我们的家庭成长 环境也有关系 有人觉得这个特别丢脸 有人觉得没有什么 跟我们的恩赐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很多原因 都让我们有关系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个田径 田径界的一代传奇 因为最近是 奥林匹克 我刚才讲这个 田径界叫做 她这是一个 罗马尼亚的跳高女王 叫做巴 巴拉斯 巴勒斯 阿尔罗娜 阿尔 拉 巴勒斯 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有 OK 最近 比较红色 那个跳水 那个小女孩 14岁的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叫什么 拳什么 Anyway 她那个 最近她很红 Anyway 这位跳 对 跳高女王 巴拉斯 她在12岁的时候 因为家境贫穷 她就缺乏信心 她开始接受 这个田径训练 她练的是跳高 她很奇怪 你知道跳高是一个 像一个这个 两个横的直的杆 中间有一个 有个bar 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横杆 你们看过吗 有的是 有的是直接跳 有的是拿着这个杆子 要这种 越过跳 她就发现说 很奇怪 她那个横杆 在的时候 她也跳过一米 但是呢 横杆不在的时候 她怎么跳 就是只有0.6米 她的杆子一定要在 不在 她就没办法跳过去 那教练就告诉她 说 为什么呢 因为她说 你因为从小家里 贫穷 你里面有个心理障碍 所以呢 她说 这个杆子 就是说 象征是一个 你的目标 当这杆子不在的时候呢 你的标准是很低的 就0.6米而已 好 怎么跳 所以你要不断地 突破你的心里面 这个障碍 让这个跳 跳可以越跳越高 好 结果她就 真的把这话听进去 她就说 我一定要突破 我里面的这个 心理障碍 好 后来她就 这个 创下了14 14次 凭世界纪录 或是破世界纪录 的这个 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 这个纪录 然后连续 140场比赛 都没有输过 同学们你知道 我们人的里面 都有一个 不能够突破的 这个 这个 横杆 这个横杆 让我们的里面的能力 无法发挥出来 好 你就说 哎呀 牧师我不可能 这种 带茶经 不是说 牧师我不可能 什么 我有这个 缺陷 你知道 这个不可能 是一个 现在这个能力 这个一个 最大的一个借口 这个杆子 可以成为 我们一个 无法跨越的 一个界限 也可以成为 我们这个 超越的一个标杆 你知道 当我遇到 我人生的 人生的这个 横杆 就是我 没有办法 跨越的时候 你知道 我首先会问说 神啊 你在做什么 第二个 我常会 跟神讲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神啊 出路在哪里 或者说 我会问说 恩典在哪里 求你给我恩典 好 在哥林多前书 十章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念 好不好 来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 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 受试探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给你们 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好 他们说 神是信实的 然后怎么样 必什么 必不叫 什么叫必不叫你们 受试探 过于所能忍受的 就是说 神不会让我们 受不了的 好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会怎么样 总要给你们 开条什么 出路 总要给我们 开条出路 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一定 会有出路的 好 我们一定会有出路的 好 来跟哥林多前书说一下 好不好 一定会有出路的 一定会有出路的 好 只是我们需要把它给寻找出来 这个出路呢 会帮我们越过那个标杆 释放我们里面的能力 好 我在 我在十年前呢 就是 在这个治疗癌症的时候 当时呢 认识一些癌症的亲友 很奇怪 你每次一得什么病 特别是牧师 就发现 怎么大家都有这个病 大家就跑来跟你讲 这个事情 然后呢 他们就会 这些亲友 就请我去探望 那些得癌症的 就是他们的亲人 或者是朋友 这样子 我想说 我也是 我是癌症 我也得癌症 所以我去探望他们 因为牧师嘛 不管在什么时候 都去探望 所以那时候我就去探望了 几个人 那你知道 我就发现 在这个癌症的过程当中 那个最可怕的 不是癌症 最可怕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他的心态 真的 有些癌友 就是我们叫 对方癌友 就是他的这个癌 其实就是 癌症里面有分 我不知道到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四期是已经扩散 已经转移了 那零期一期 通常是吃点药 通常是不用做什么 只是刚刚早发现 那这些癌友 一到了二期 三期之后 就开始会 比较会紧张了 你知道吗 那我不是说 二期 三期 不是什么大病 每个病都很严重 但是二期 三期 至少存活率比较高 你知道吗 还没有转移 你知道吗 是比较有希望 但是有些 二期 三期的癌友 他们就绝望了 就是想到 要怎么动手术 然后要做一些治疗 就想得很可怕 就吓得 把自己吓得都不行了 吃也吃不下 喝也喝不下 然后睡也睡不好 你知道吗 然后有一些真的很不幸 后来就过世了 特别是 我觉得那些年轻的 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他们其实 我觉得是很有希望 他们过世 也不是因为癌症 就是癌 他没有扩生 还没有什么 这是因为他们营养不良 过世了 或者说因为死于 这个惧怕跟绝望 真的 你知道吗 特别是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朋友 他们真的是 很容易就没有盼望 你知道吗 那时候呢 神还叫我写blog 你知道吗 现在就没有写blog 当时很容易就写blog 那就是说 写做见证 我就跟他说 哎呀 神还叫我写blog 这个治不好怎么办 你写得很有信心 主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后来 你就被主接走了 大家不是说 你看这个 不是很好笑吗 你知道吗 写了半天就挂了 Anyway 结果 我就开始写 一篇一篇写 你知道吗 我就越写 我就发现 我就越写越开心 你知道吗 我就说你知道 因为我得的是直肠癌 大家好不好 大家对癌症的 那个什么癌 什么癌 吃不吃不吃 直肠癌是 就是要做电疗 我一直做四期 后来发现三期 做二期 他说是四期 就要做电疗 化疗跟手术 我电疗28次 化疗11轮 真的是 幸好头发多 不然那时候 我电疗的时候 你知道 电疗到后面 就是因为你在直上那边电疗 你知道那个上厕所 真的是很痛 你知道吗 很痛 然后呢 上大号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要 过那个电脑地方的时候 那时候真的痛到 因为那个 里面的那个 T恤 怎么讲 纤维细胞 已经是被伤害了 所以那个是 从来就是很痛的 我等一下就抖脚 抖脚 全身这个脸 苍白 这个 什么汗如 动作那么大 因为我就说 哎呀 这个电疗之后 上厕所 真的是满清十大酷刑 就开始形容那个酷刑 然后说那个卫生纸也是 因为那时候已经变得 非常的脆弱 所以要用沾水 可是还是会痛 你知道 然后我就写得很爆笑 然后什么 香汉淋漓 什么他写出来 然后呢 我朋友他们看到我网 就说 你写得好像是别人的故事 好像在那边讲笑话一样 你知道就是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那时候一定要常常笑 你知道吗 就是自己不笑 就要看别人讲笑话 让自己笑笑 不然就觉得很难走下去 你知道吗 所以那时候我就找到说 主啊 你的出路在哪里 你的恩典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就发现说 那个病痛真的不是 不是最大的重点 而是那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的心态 神说有出路 那会有没有出路啊 一定有出路 只是说 出路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这个诗篇27篇 13到14节里面说 他说 我若不信 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早就已上胆 接下来就说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就是说 我们假如不信 在活人之地 这个神给的恩典 不是死后才有恩典 是怎么样 在活人之地 就有恩典 假如你不相信 有这个恩典 不相信有这个出路的话 我跟你讲 你会上胆 你说没有希望 可当你相信的话 你里面就会有力量出来 能够找到这个出路 你知道 我当时在问说 主啊 到底你的出路 恩典在哪里 我就 你知道我就 首先让我看到说 其实当时 那很多的朋友 很爱我们 很关心我们 他们 就是支持我们 然后呢 我那时候 我们全家 回台湾去治疗 那他们知道 我们孩子回来了 有些朋友 就 哇 拿那种 你知道二三十年 没见的朋友耶 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 就突然跟我相认 你知道吗 通常 是在你发达 或者是爆发的时候 跟他相认 他们知道 我矮认的时候 好多跑出来跟我 就是说 好久没联络了 听说你都来 我没想给你什么东西 我就说 哇 这是雪中送炭 就有个朋友 他把他们家 小孩的脚踏车 来给我们家的小孩 骑 拿一堆玩具给我们 反正就是怕我们 小孩很无力 特别照顾我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就说 主啊 你的恩典在哪里 你的出路在哪里 使用我看见说 我的身边 真的都是神的恩典 都是神的祝福 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你知道 因为有看到这些 出路恩典 知道神没有离开我 你知道 我就觉得说 啊 神的与我同在 我可以走下去 那 我当时去认识那些 癌友你知道吗 他们你知道 他们的亲戚朋友 也是知道 我也是在癌症 然后也在治疗 什么不舒服 他们真的 有些对我就 第一声下起来 求我说 你们去鼓励他一下 什么什么 你知道 所以我知道 这些癌友 是有一些 非常关心他们的 亲戚跟朋友 在关心他们的 不然别人 怎么会这样跑来呢 对不对 一定是很关心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 振作起来 但是你知道 你去看他们的时候 有些人真的就很沮丧 他们说 你看有这么多的 亲戚 或者你爸妈 谁在爱你 他们觉得 I don't care 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你要说你有这么多的 你看你现在也不用 你知道癌症 有些他们是 即使得了癌症 他们还是得去工作 因为不能 不工作就没有保险 他们得要靠保险 来去看病 然后有些 就是 比如说你不工作的话 孩子怎么办 什么什么的 很多种 我就说你看 你现在不用工作多好 他们觉得 那又怎么样 为什么是我得了癌症 他们一直在想 我怎么死我 我怎么死我 一直在里面装的时候 我跟你讲 没有出路 没有盼望 最后就死在那个恐惧 跟无望里面 你知道 当我们没有看到 神的恩典 或者对神的恩典 没有信心的时候 真的我们就丧胆 你知道 就讲你已经走到这一步 心理作难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走到 心理作难这一步 我想 不要丧胆 为什么 神说他会为我们 预备什么 一定会为我们 预备出路 一定会预备出路的 你不要觉得 哎呀 这个 没有希望了 我讲 最危险的是 你认为没有希望 一定要相信说 神有给我们出路 一定会有恩典 一定会有出路的 然后你也不要觉得说 你心理作难 你是全天下最可怜 最委屈的 保罗都经历过 我们大人都在经历 你不要觉得孤单 不要觉得 这个 很困难 你假如可以找到 神的出路 跳过 越过这个 这个 横杆 关卡的话 你会发现 哎 其实 没有那么困难 其实是 OK的 可是当你在经历当中的时候 你就会说 这个最难 是最痛苦的 牧师的 我的大儿子 Josua 他今年要去 就要去念华大了 感谢主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 不到一岁的时候 他得了一个绝症 叫做儿童痉症 这个儿童痉症 是儿童痉症 一个绝症 那就是 他小时候 那时候 几月的时候 他会看着我们 会笑 会讲话 不是会讲话 然后呢 他会抓东西 会踢什么的 但是我们后来 发现他得了 这个儿童痉痪 就是他这个症状症 发作之后呢 他就开始 眼睛会 飘忽 没办法看人 没办法专注 而他的手脚 就越来越不动 这个病呢 发展下去 不到一岁 他可能就变植物人 然后会开始 就是 就是脑筋 就会出现问题 那根据 这个医学的数据 他的存活率 是很低的 而且他之后 会有这个 智力上 跟这个肢体上的 一些残障 那个很高 那当时我们教会呢 有三十个 有三个会堂 中文堂 英文堂 跟这个青年堂 三个堂 都连锁 为他禁食四十天 感谢主 他神迹性的医好 打了好多的 这个内骨唇 他大头都扎满了 真孔 anyway 结果 医生都觉得 很不合思议 他今天要去念华大 我都觉得 这个孩子 怎么会长这么大 真的是 养大就很偷笑 还去念大学 真的是神的恩典 结果我们 上个礼拜 我们带他去做 这个过敏的检查 因为他就 一直有一些 过敏的症状 很多年了 但今年就特别严重 会一流汗 就很痒很痒 想说他去念大学 等一下一直在那边 转 停课 很不舒服 没办法转型 大家去看一下好了 就一座检查 他竟然对 41项东西过敏 41项 我说 哇 人体里面有这么多东西 可以过敏 我又就是树啊 花粉什么的 花生 怎么有这么多项过敏 他几乎都有 他没有 你没有做那种 过敏检查 医生站着 被画一个 那种格子 这样 几条 然后就看什么 会红肿 他几乎都全重 你知道吗 结果呢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 我听到师傅跟他开玩笑 说 哇 你的分数很高啊 都快要满分 几乎全重 就是人能过敏 他都中了 都快要满分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现在可以说说笑 小年 你知道吗 因为 儿童痙瘫症都 过来了 都走过了 现在这过敏 就是 就是小菜一叠 你知道吗 所以兄姐妹 你会发现 你人生当中 从前可能有很多 心理坐囊的事情 但现在会成为 你里面的力量 你经过了 儿童痙瘫症 你就觉得说 过敏是小菜一叠 那你同样能发现 你以前经过 很多的一些事情 跟一些 大吵大闹 或者说经过一些 那种觉得 绝望走不下去的 你是怎么走过来的 有没有想过 那那些你走过来的 的这些 理由 原因 就成你现在的 力量 那你现在 对付 现在的这些 现况的时候 你就觉得 这个小菜一叠 就发现你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有力量 所以同样的 当你面对 你今天 现在的 这个 心理坐难的 情况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这以后 会成为你的 力量 而且这个事情 是一定有出路的 一定有出路的 有位基督徒的 长辈就说 他说 向前看 模模糊糊 可是呢 回头看 清清楚楚 我听过这句话 向前 往前看 模模糊糊 你不知道 出路在哪里 不知道这个疫情啊 这个工作 婚姻啊 什么 怎么办 但是呢 你回头看呢 清清楚楚 一路上 都有神的恩典 跟神的带领 所以 我要跟弟兄姐妹讲 你心里坐难的话 真的是不要 不要绝望 也不要放弃 你要相信说 在神那里 一定有出路 把出路找出来 然后 相信 神会给我们 力量 给我们恩典 就一定会 重新得力 好不好 再跟隔壁 说一次好不好 一定会有出路的 一定会有出路的 好 第三个问题 我们要问说 神的热情是什么 神的热情是什么 保罗在写道说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好 他所写的 这个 这些经文 什么逼迫 打倒 他讲的不是说 他在求自己的舒适 好 自己怎么样 升官发财 然后呢 哎呀 遇到一些逼迫 哎呦 好不舒服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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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对我不好 或是 哎呀 怎么没有冷气 他不是 他受逼迫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传福音 他 宣扬神的国度 才遭到逼迫 弟兄姐妹 假如我们 对神 是来真的 有些人 来 寻找神 就是从一个 需要 你求能帮助我 求能来祝福我 这样一个 这样神也会接受 但是最后 我们需要进到一个层次 就是说 主啊 我对你是来真的 我对你的国度 是来真的 我是真的 主 我是真的爱你 弟兄姐妹 你讲你是真的爱神 你真的相信永生的话 你会活得不一样 你会活得有信心 你会愿意为神来付出 而不是一直要拿拿拿拿拿 你是真的会愿意来 为神来付出 好 这样的人 我想说 像保罗一样 他们不但不会躲避苦难 甚至为了神的国度 来拥抱苦难 他说没有关系 我只要看到福音能够广传的话 我就愿意来付上很大的代价 这样的人里面会产生一个 很大一个爆发力 你知道吗 里面的力量不是让我们 生活舒服就好了 不是 里面的力量是让我们能够来 传扬神的福音 走在神的国度命定里面去 你知道 当我们愿意 为神的国度摆上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进到一个困境 或是一个不容易里面去 但是我要讲 你真的是为神摆上的时候 这个困境跟不容易 其实不是一个埋葬 你要觉得好像土压来头上 好像是一个埋葬 不是一个埋葬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耕种 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里面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上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 类似像亚伯拉罕的应许 你会保存这个到永永远远 有这块地到永永远远 什么叫做爱惜自己生命的 这边有两个生命 其实他讲了两个不同的 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上生命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爱惜自己肉体 地上肉体生命的 你想说肉体的享乐 罪性放纵的话 如果你爱惜这个地上生命的 你就会失去到 这个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如果你在这个世上 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是恨恶这些地上的放纵 跟罪性的话 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 会保守这永恒的生命到永生 拿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解释 就是感谢主 这礼拜五 我去那个康达的 这个氧气小组 带来因为木道友 一氧觉知 一氧在不在 也不在 那个你知道 氧气小组现在常常 聚会都二十几个人 什么的 那他们还提供晚餐 那你知道 这个二十几个年轻人 我也不知道他们吃多少 我没有看到 但是你知道 这样开放家庭是很辛苦的 寒雪常常聚会 在那边打扫 弄弄什么 你知道 其实你知道 我相信每一位小组长 每一位就是在做牧养 或是儿童事工招待 各式各样 你在服饰摆上的人 就是你要付上的时间跟金钱 预备聚会是很不容易的 你知道吗 你要预备话语 要准备家里打扫干净 我们家除非有客人来 不然都是很乱的 一有客人来 我们家就要动愿全家在整理 所以我很佩服那些 愿意开放家庭的人 你知道 你这样的努力 但是你知道牧养是很辛苦 为什么 这些孩子 就是主缘们 有时候会给你 没事给你迟到 请假 或是什么 就三上来迟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服侍这样的人 一定要怎么样 让你的骄傲死去 让你的牢我死去 肉体死去 不然有时候觉得 要扁他们 怎么这么爱他们 怎么还不保的感恩 还跟我那边 拖来拖去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时候 有时候就说 主要我看不到一点的 结果成绩 这时候就是一种 埋葬的感觉 但是我想说 这不是埋葬 这是耕种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 会冒出个异样出来 他会给你绝置 在你的小组里面 会绝置 甚至也不一定是 绝置信主 有时候他就是生命改变了 他读着神的话语 生命改变了 那圣经里面说 当我们愿意 把我们的生命 肉体的生命 来献给神的时候 神就像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面一样 埋在土里面 就会怎么样 结出许多子力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大一个潜在的能力 当我们愿意 说主啊 我向我的肉体死 我要埋葬的时候 神就让他 就是不断的冒出 更多子力出来 那力量就会 不断的爆发出来 在这个1956年 有五位美国的宣教士 他们就是去到了 这个南美洲 他们抛开了 舒适的安宁的生活 去到南美洲 一个最满意的地方 叫做厄瓜多尔 的这个原始丛林 向当地的这个 一个还没有开化的 这个印第安的部落 叫做维亚当尼 他们传福音 但是不幸的是 这个五位宣教士 他们开飞机 去到这个领土 不久 在一个西水旁边 因为语言不通 被人家误会 就被这个部落的 这个主人 拿这个巢帽 把他们给 五个通给杀了 那其中五位里面 有一位的名字 叫做Nate Saint 他是这个 他是一个飞机驾驶员 跟这个飞机的技术人员 他也是个宣教士 那那他当时 他有个姐姐 就住在那个部落里面 就是跟他们 就是也在设传本 但他没有那么 他只是跟他们住在一起 他姐叫Rachel 他那就跟他的姐姐Rachel 学了一些土著的话语 他里面一句话就是什么 他说 我是你真诚的朋友 我是你真诚的朋友 所以当这个 他们在西边 遇到部落的主人的时候 那就一直讲这句话说 我是你真诚的朋友 我是你真诚的朋友 但是那个土著 没有相信他的话 还是把他给杀了 那其实他们手上是有 他们手上是有枪的 但是Nate手上是拿着枪的 他后来就把这个枪 还特别把他放下来说 我是你真诚的朋友 当时其实 Nate只要开枪 就是 他就是这个正当防卫 他就可以免于 他就不用死 他可以保护他的朋友 然后保护宣教师 但他之前就有跟别人 分享过这个事情 他说假如我真的走到 那一步的话 跟土人 就是跟土著传福音 然后他们要杀的话 他说我绝对不能杀他们 因为我死的话 我会上天堂 我杀他们的话 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 他们就会下地狱 所以绝对不能让他们死 要死的话 要是我们先死 那后来 这个部落呢 就越来越凋零 而且被童话 他这个里面的组长 后来就变成 酋长变成这个 米康尼 米康尼 当时就是杀 这个内的一个领袖 因为他非常的英勇 结果这个 米康尼年纪越来越大 但是这个 五个宣教师的事情 一直让他心里面 就是有点过不去 他就去想这件事情 他们 他就想说 为什么当时他有枪 可是他没有 没有开枪呢 这成为他里面 一个很大一个困惑 好 跟一个困扰 那在这个 这我要当年 这个土著部落 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一个伟人 一个伟人 他在死后 可以进到一个 大光里面去 好 假如你真的在 这个世上 没有任何的 这个做错事情的话 你可以死后 进到大光里面去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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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康尼 这个 这个囚长 他就觉得说 他就觉得说 他需要解决 这五个人的事情 没有解决的话 他进不到 那个大光里面去 结果几年之后 这个内的姐姐 Rachel 就是在那个 部落里面 过世了 那内有个儿子 很小 很小的时候 他就 这个 训到 他儿子叫做 Steve 就去 收拾他 那个姑姑的遗物 那Rachel的遗物 因为他是那个Rachel 那个唯一的亲人 就去收拾遗物的时候呢 这米康尼 就邀请他 住在他们部落当中 那Steve 觉得说 这是他爸爸 殉到的地方 他不想 一开始他不想住 后来他还是住了一年 那在一年之后呢 有一天 这米康尼 就把这个Steve 带到那个 吸水的旁边 让他看一些东西 他到他们去 就把那个 挖出来 里面有些 这个飞机的残盒 那些东西 就把交给了Steve 就对自己说 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然后就把那个 长矛交给 这个Steve说 当时就是用这个长矛 刺死你爸爸的 你现在可以刺死我 他把手打开 就说 你可以刺死我 因为这个 米康尼相信 他这样死的话 他就进到 那个大光之中 那Steve 当时很震惊 他就 他就 原来这个是他的杀父 就是他杀爸爸的 这个 那个土著 然后呢 他就想到说 他小时候 爸爸给他 用木头 磕过一个 飞机给他 有一段 很美好的时光 但是因为这个人 他就再也没有 看过他爸爸 他心里就很 就很挣扎 然后 他最后 他就放下长矛 就像他爸爸当年 放下枪一样 对他说 他说 我爸爸 我爸爸的生命 不是被你夺去的 是他自己舍的 我爸爸的生命 不是被你夺去的 是他自己舍的 他说 你要进那个大光之中 不是用死来赎罪 而是要接受 耶稣基督 为你个人救主 后来这个部落 他就不再使用长矛 而是归向了耶稣基督 这个真实的故事 后来改变成电影 叫做The End of Spears 你们可以 有机会去看一下 就真的讲说 这句经文 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 我们像我们的老我 我们地上的生命 死去的话 就会结出 许多子力出来 昨天晚上我去 这个Eastgate的小组 好像也很感动 他们说 来教会不是做礼拜 是来战礼拜 我们来不是来 看神给我什么 他说主啊 我怎么样可以 把自己来献给你 我觉得圣经里面 有很多这样的记者 很多很平凡的人 他们能够活出神的热情 因为他们知道 神的热情是什么 他来拯救世上的人 所以他们就不断地 付出 不断地给 后来神就把力量 加点给他们 他们本来是 渔夫 是平民 是一些无用的人 一些无用的小组 他们改变了整个 整个人类的历史 就像那样 改变了整个部落 所以让神的热情 成为我们的热情 让我们来跟神说 主啊 我对你来的是完真的 为了你国的缘故 我愿意拥抱苦难 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好不好 来送这首诗歌 我们欢迎你来 我们欢迎 君王将领 渴望看见你的彰显 不求你来翻转 天窗大盖 春雨不提醒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将领 我们欢迎 我们欢迎 君王将领 同心 渴望看见 你如意彰显 渴望看见 你如意彰显 你如意彰显 主求你来翻转 你深切的名 不求天窗打开 春雨不提醒 我们呼喊欢迎今往降临 大大张口 大大张口 大大宗门 奔高如云 交换彻底 胆怀战 耳未听见 可不更多 看见你的容颜 大大张口 大大宗门 奔高如云 交换彻底 也未看见 而未听见 可不更多 看见你的容颜 大大张口 大大宗门 大大宗门 也未看见 而未听见 可不更多 看见你的容颜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渴望看见你的照显 不求你来翻转 承诺这土地 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同心高知你身体秘密 不求天窗大海 春雨不停心 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我心高知你身体秘密 不求天窗大海 春雨不停心 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使得我们宣告 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做往执掌往全 来调传我们的眼目 主啊 我们来问 主啊 你在做什么 主啊 你在做什么 让我们来与你配搭 主啊 让我们来说 让我们来问主啊 出落在哪里 你的恩典在哪里 你让我们来得到你的热情 主啊 爱你所爱 恨我你所恨我的 让我们先能够单单的属于你 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里面能够释放出 那个莫大的能力出来 这个疫情不能困住我们 人生中的挑战 不能够困住我们 拦住我们 主啊 帮助我们突破 帮助我们改变 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每个家庭 在他的爱里面 主啊 更加的彼此相爱 因为这个能力 不是来自于我们的肉体 是来自于你 我们相信 我们有能力 有出路 可以走到底 主要与我们同在 祝福这个教会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阿们 阿们 来跟彼此祝福一下 好不好 愿在里面 释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 愿在里面释放出这个莫大的能力 莫大的能力 祝福这边 愿神祝福你 很厉害 祝福你